早安 今天是2024年9月24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这些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光大政圈 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雄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Kimi 今天大市有什么焦点? 今天大市的焦点要盯着9点 开会有关财金的大会 亦看到银行判公胜都会出席大会 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有没有重要的消息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面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做好 道指标指再创新高 美国制造业PMI差过市场预期 令市场憧憬联储局11月会再减息0.5厘 美股收市 道指升61点 收报42124点 升0.1% 标指升0.3% 收报5718点 纳指上升0.1% 收报17974点 紫金融中国指数升超过1% 欧洲股市向上 但奢侈品牌继续受压 焦点股份方面 TESLA 升近5% META 升0.5% 再创新高 Google 和苹果就要逆市向下 市场传出 私务基金Apollo 有二向晶片商英特2 投资数10亿美元 英特2的股价收市再升3% NVIDIA 股价是靠稳 二与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普遍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阿里比本港收市高超过1% 另外美团是折合133.86% 汇空比本港收市高超过2% 从上70元的水平 一起看看阿泰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昨天假期优势 今早开市的组段升超过1% 升超过400点 38,198点 首义综合指数升6点 息灵普通股指数向下跌1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最新跌6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市场应该是憧憬内地会有一些旧市的措施 现在港股黑期涨近200点 稍后对完盘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和阿Kimi谈谈外围市况 现在看到美股的大市 昨晚再向上了 昨天出了制造业PMI 其实就差过市场预期 以及连续三个月在50% 在盛税分界线下 不过在数据不及预期的背景下 市场又再冲净 在9月那次减息半厘 现在未来市场冲净 11月会再减半厘 到12月其实未必会停止减息 现在在说市场预期 不过预期的波动都大 好 现在看到标指和道指 昨天就再破顶了 看到启动减息之后 市场的reason的情绪 好像是涌进了 你觉得启动有没有机会追落后 短期内破顶的机会大不大 其实现阶段都看到 炒光的减息的憧憬 是11和12月 所以看到美股三大指数 都有资金做一个明显的支持 再加上现在市场非常敏感 是看着美国未来公布一些经济数据 特别昨天都看到 美国公布的PMI数据 已经是连续三个月都有一个比较差的数据 甚至服务业的PMI表现 都不合市场预期 所以市场都觉得 11和12月确实会继续减息 现在暂时都认为 11月美国减息半厘的机率 达到46% 而减息四分之一来的机率 大概是50多个% 其实这个比率 跟之前我们在8月份 讨论9月减息半厘的情况都差不多 所以市场 未来都会逐渐去看看每一个月 美国的经济数据 有没有一个明显转差的情况 如果继续都是转差的话 有机会在11月的时候 维持减息半厘的情况 所以大家都看到 美汇指数现在的走向的话 其实反复都是100-101这些水平 徘徊着 都是有一个减息的憧憬 不过大家要留意一点 就是要留意在美国减息之后 大概在11月的经济数据的表现 如果美国减息之后 在9月减息半厘 但是11月的经济数据表现 都是差过市场预期 就要留意市场 会不会觉得减息之后 都救不了美国的经济 因为我们 关乎过去四轮的减息周期 1995年、2000年、2006年和2019年的时候 其中是2000年和2006年 就是美联储太迟减息 所以减息之后隔一年 就已经发生了互联网的科技泡沫爆破 甚至是2007年的金融危机 但是1995年和2019年就被过一劫 就是因为减息之后 就看到美国的经济数据软着陆 所以看到美股的市场回报非常好 所以现阶段看到美股三大指数 虽然都不断破顶 炒一个减息的憧憬 但是大家要留意11月和12月的经济数据的关键 如果这两个月的数据没有见到 减息之后 美国的经济是有一个明显的软着陆的情况 留意当时在2000年和2006年的时候 就是太迟减息 而导致当时美股的收益 是倒跌13-16% 所以大家不要太兴奋 逐之逐一点去买美股 只不过现阶段就是做一个 Ring Trade 就是一个区间交易为主 暂时就不要买完之后 想着一直长渣 虽然市场也有多了 但是你也建议大家不要那么勇俊 但是譬如看到近日的资金 真的很明显就流向一些科技股 七雄都做得好 特别标称是META 因为昨天就再破顶 譬如说在现水平 你觉得追入META 又是否一个好的投资动作 其实现阶段看到 所有META7的股份里面 除了META走势非常好之外 Tesla昨天也很耀眼 我们一会儿都可以再说一说 其实META大家都知道 创办人就是朱克伯格 是非常支持民主党的 其实现阶段大家看到 经过了第一轮的 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的辩论之后 其实两个参赛者的支持率 到现在都差不多50-50 所以现阶段大家都会觉得 民主党胜出的机率 何錦麗的候选人都是有的 如果是胜出的话 其实你会看到META的股价 都会有帮助的 但是反而如果真的输了的话 大家就会担心 会不会共和党的候选人 即特朗普 就可能会反而针对META 不离好的措施 不过这也是非业务所影响到 股价走势的状况 而另一方面应该要留意 META最近都在拉丁美洲 购买一些碳讯用额 其实它开始有做一些 兼评和收购 其实你看到最近美国市场方面 炒完季度业绩 未来就要等到10月和11月 炒第三季度的季度业绩之前 也是炒完的减息憧憬 市场现在开始做一些兼评收购 所以最近都会比较多一些 IT的公司都会做一些 兼评收购各方面的情况 现阶段META的股价 昨天可以说是先高后低 因为其实高位见过573元 看到升幅明显收窄 去到564元收市 看到在技术逃走势方面 在现阶段已经创造了历史新高 如果真的再追的话 我就不太建议住 反而真的等它会不会有机会 回落525元这个位置 进行一个区间的整股 而最重要是它的支持位置 就是498元 如果一跌穿498元这个位置 就不要再追入住了 好 我们再谈一个科技股 近日另一个焦点就是在Intel 以前做芯片 曾经是全球最大价芯片製造商 不过近年大家说芯片 都会说NVIDIA Intel被形容为在AI赛道上大落后 年初至今 股价表现都是跑输大事 不过这两天就消息多多 第一就是上星期 外电引述消息说高通 有意去收购Intel 刺激Intel的股价 其实星期五是一度升跪一成的 不过收市的时候就升幅收责 去到昨天再有消息 就说到有投资者有兴趣的 就是这个私募基金 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就提出向英特尔投资 这个数十亿美元 就不是一个很确切的金额 不过有这样的撮民 刺激公司的股价 连续第二天就是升3% 消息多多 你觉得Intel的现水平 是否可以买呢 如果真的有资金投入 能否令到它能够 跟其他的Mac7同步呢 应该要买 如果真的有这个意向 现在就好像I-Wendy所说 市场消息指数十亿 但未知确实金额 亦有市场指出最高 就是对方Apollo 可能会开价到50亿 说50亿我觉得应该要买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在这么多个芯片公司里面 你会看到Intel的股价走势是最差的 我需要你来自从 在这边的股价走势 然后我判断 但是我判断了 这边的股价走势 都在双方